这是什么 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他对我过不去 那是一时的误会 不要计较 他对我认识不够 了解不够 产生无悔 迷失了自信 这人往往在 高明后立 就被欲望 俘虏过去了 我们相信 他读圣贤书 他有根基 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 那就是从前 李老师告诉我的 看得破 忍不过 还要干这个事情 大堆利益摆在面前 一生穷困 现在说一下 给几个亿的财产给你 他心就动了 这种境界里的不动心 那是已经得定 没有得定 怎么能不动心 所以他动心 他改变了 走世俗这条道路 情有可原 可以原谅他的 何必计较呢 我们要说 释迦牟尼佛 到我成佛的时候 我还来度他们呢 他跟我们有缘呢 所以 在瞬间 善于 不声贪念 逆境 不远 没有成辉 一切境界当中 都能保持自己的 清净平等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 保持自己 常随佛 这句话重要 普贪神菩萨的第五月 常随佛 不离开 经典 每天 有空 喜欢读境 喜欢听境 有这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呢 跟每天吃饭 喝水一样 每天不能不吃饭 不能不喝水 每天不能不读佛经 不能不读圣仙书 你才真正能保得住 不会被环境影响 这个做不到呢 肯定被环境影响 而且 读书 我们没有开悟 没开悟之情 一定要懂得 一门深复 就学一样东西 你看看从前的人 谭虚发思 引诚回忆录里头 记载着有一段事情 是真的 谭虚发思 中年出家 没有出家之前 跟三个朋友 和和开了一个药店 中药店 其中一个刘巨寺 以后也出家了 这个刘巨寺 是学父 夜门深复 常识寻修 他就是念 冷眼镜 就这一步镜 念了多少年呢 那年八年 八载寒窗 都冷眼了 夜门深入 在家居寺 有一天 中午 客人很少 中午就在柜台上 打瞌睡 中午休息的时候 在柜台上 打瞌睡 做了个梦 这梦好像是真的 梦里看到两个人 都电力来了 这两个人认识 朋友 以前为了的财务 上了法庭 打官司 这两个人输了 上吊死了 所以他看到这两个人 心里很可怕 是不是来报复他的 结果看到这两个人 来的时候 态度很和善 没有那个凶物的样子 走到他面前 就跪得下来 他就问 刘就是就问他 你来干什么 他说求超度 他这个心就定下来了 求超度 他也很后悔 未来这个财务纠纷 让他两个人 伤掉死了 也很难过 就问他 你要我怎样超度你 只要你答应 就行了 那行 我答应你 看到这两个鬼魂 踩着他的膝盖 踩着肩膀 升天了 这两个鬼 升天之后了 后头又来了两个人 一个妇女 带个小孩 再一看呢 是他前面的太太 带着儿子 也是死了 两个人进来之后 都问 你们两个人干什么 也是求超度的 一样的方法 只要你答应 行 答应他 看到这两个人 也是踩着膝盖 踩着肩膀 升天了 他凭什么能力 超度人 拔在寒窗 躲了眼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鬼神知道 你有这个本事 来找你 你没有这个本事 他不来找你 为什么找你没用处 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体验到 夜门深入的功德多大 多少人看见 研究佛景 种类很多 看得很砸了 看了几十年 多么有这个功夫 鬼神都不找他 夜门深入 鬼神都找你 超度 现在 还在 还在世间的人 我也知道一个 也是神 专攻一部阶 常常有鬼神 找他超度 他超度非常简单 不需要 排场 有的时候念佛号 有的时候念一段经文 就把他送走了 善根深厚的 他有能力把他送到极乐世界 这就知道 夜门 那个力量有多少 所以 夜门是专心的 多门是散心的 散心成就就太难太难了 是这事 对于冤情在主 佛师门中 不是一人 这一人 佛并没有底下家住截 冤家债主 例外 没有说 不学一人 是冤心债主 统统一律平等 只要是有缘 有人 他来找你 你就要帮他吗 你们有能力 他不会出现 有能力 他出现 就是找你超度他的 你只要诚心诚意 答应他 你所修的功德 你所拥有的能量 就能够帮助他 帮助他 第二种呢 安安受苦 忍若力 这是什么 日常生活当中 你要能够忍受 不悲 恶劣 恶劣环境 受动 修行人 过去多半住在山里 用环境倾尽 对附近的村庄 至少保持 过去讲 三里路 差不多是两公里 这样的距离 你需要的东西 也很方便 但这个地方很亲近 没有人打交你 有时候 你生活上有缺乏 你都要忍耐 能够耐熟 能够忍饥 不为寒暑 一心相道 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都不怕 一不无量收尽 一句佛号 念念求生 净土 这个身体放下了 身体交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照顾你 如果寿命到了 阿弥陀佛会借你到极乐世界 如果寿命没到 阿弥陀佛会照顾你的生活 但是你的生活不是很富裕 是很清苦 肯定过得去 清苦的生活 小业长 正复会 欧耶大师讲演节里头 有一篇 特别跟我们讲 圣家摩尼佛的借鉴 劝我们要休息 浪费 是消福报啊 不是消罪业 福报消了 罪业增长了 借鉴 是消罪业 增负得 日常生活当中 能省就要省 不要浪费 要记住 库修家警告我们 这个地球上 就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粮食危机 会有能源危机 会有水资源的危机 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 如果我们借鉴 苦日子过惯了 这种苦难来的时候 我们不感觉到很苦 平常过的日子 太舒服了 太优越了 一旦遇到灾难 就感到很痛苦 我们想到 世尊当年在世 他的身段 日动一时 树下一休 这一天出去拖拖 拖不到没关系 好好的念佛修行 干一天 两天拖不到 也不要紧 后边上一点生水 都可以喝 不像现在 现在都是人 真的 古人所说的 娇生惯养 把他放在野外 放在大自然 他就活不了了 现在问题 确实比从前厌重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六七岁 给小朋友 在乡下 游玩的时候 稻田里面的水 可以喝 水沟里面的水 可以喝 都很干净 手捧到就喝了 还有很多树叶 可以吃 乡下人 没东西吃 只要树叶 只要花多 花也可以吃 现在麻烦了 现在这个土壤 中毒了 这个农药化肥 工业的肥水 污染了水 污染了土壤 这现在怎么敢吃 野草野花 敢吃吗 我们小时候敢吃 草 拔下来 吃草根 草根的味道很甜 现在整个世界变了 在这个时代 自己更应当 重视自己的德行 走佛菩萨的路 走古圣先行的路 决定是安全 不会有错误 这是 暗示 苦难的环境 没有灾难 常常想着有灾难的时候 我怎么办 心理上要有准备 灾难来的时候 你就不害怕了 你不恐惧 第三种是修行佛法 修佛法 也很长的时间 你没有忍辱 你修不成功 你比如说 夜门神父 尝试寻修 没有忍辱的功夫 你能做到吗 尹诚回忆路上 讲的刘居士 一部愣言经都把你 没有长远心 没有狠心的人 做不到 愣言经的分量很长 差不多相当于法华经 一天只能念一步 粗念 不熟 大概要七八个小时 念得很熟了 一边也得要四个小时 没有狠心 做不到 这就是忍辱 不但是读经 念佛也一样 这一句佛号 看起来很容易 很简单 独舍六根 近年相及 你能做到吗 能做到的 那是真念佛人 他真有感应 都是六根 简单的讲 放下 对世出世间 一切法的分别之主 那就是都是六根 对这一句佛号 不怀疑 不夹杂 念佛的时候 没有一个杂念 一身佛号 一身心 身身佛号 身身心 心口是一不是二 这种念佛 就是古人讲的 你跟佛心心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佛 你跟佛感应 大教啊 念上课 十年八年 你得念佛三昧了 得念佛三昧 就由冤亲债主 来找你超度 你一点头 他就超生了 为什么 你真有功夫 真有功德了 他得到你的加持 他就能往生 揭露世界 六度第五个 肯定 禅定 也有三个 三个意思 第一个是 安住 禅定 是菩萨修行的中心 枢纽 为什么呢 得定之后 就开智慧 就开悟了 薄弱是开悟 那么前面 都是帮助你得定的 不是放下烦恶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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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 直接是 修自己的 善根 忍较 忍较 忍辱是成就 善根 修善根 搞干净了 功德很不容易修正 所以一般人修的是福德了 哪有功德了 功德能了生死 福德不行 功德能帮助你的地 免住 无论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这个 发心神明的世界 专功一步进 这是定的 没有定力的话 你做不到 念佛 人家三年就能往生 那要靠定理 没有定理 念佛的时候胡思乱想 经常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那是你严重的障碍 你没能放下了 真正放下万四岁 有很好 没有也好 不放在心上 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只有一句佛号 无论干什么事情 不妨碍 念佛法门的殊胜 就在此地 无论做什么事情 心底清见 专心做工作 心里头一句阿弥陀佛 出一句阿弥陀佛 之后什么都不知道 有没有例子 例子太多了 你信心也观察 你就知道了 谈虚法师跟我们讲的 秀无法师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 黑龙江 汉尔滨 吉洛寺 吉洛寺建成 谈虚法师 那时候很年轻 大概四十几岁 他是地前老和尚的学生 请老师来给寺庙开光 办一个传戒活动 传授三坛大街 戒期当中 当然需要义工帮忙 修无法师 从外地来的 到这里来 讨一个工作 义工 他出家 不认识自 所以他也没有听过进教 那个时候奖金的太少太少了 全国能奖金的法师 不到十个人 中国那么大 文化的机遇 太难了 他一生 出家一生 在长州做苦工 他修认入博勒米 别人不肯 不愿意做的是重货 他敢 他修行的方法 就是一句佛号 真的 除了佛号 什么都有 我刚才说的 他做到了 你看他往生多自在 那多潇洒 欲知识之 就在戒期当中 往生 戒期在筹备期间 戒子还没有来报到 他向老和尚告假 老和尚很压抑 但是老和尚有修养 探许法师 不责备他 喜欢来帮忙 好 你有事情要离开也好 当家师定习法师 就没有老和尚的修养 把他叫过来 责备他 戒期只有两个月 你连两个月的耐心都没有 结果 修养法师告诉我 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这两个法师也看得出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是好事啊 到场出了一尊佛 问他 即使不出十天 你看他往生的消息 就得到了 到第二天 又去找定习法师 定习法师怎么样 我明天就走 赶紧给他预备护士 到第二天 真走了 没有生病 开戒的时候 地下老和尚来了 知道这种事情 非常赞叹 谁有这种本事 说走就走 他走的时候 也给大家留了一句话 人家叫他做几首记子 做几首诗 留个后人做纪念 他说我是个老粗出生 不认识字 我也不会做诗 也不会做记子 不过我有一句话 告诉大家 做个纪念也好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知晦 留这一句 你讲得很好听 你自己没做到啊 这不是真的 是假的 你说这句话 值得多少人 去翻译 他真修成 没有别的 忍辱波罗 他能忍 欢喜 并不推辞 道场里面 粗重工作 一个人干 无云无悔 最后这一招表演 给大家看 没有一个不佩服 没有一个不赞叹 地先发誓 把他的事情 写在银城回忆路 流方万事 让后人都知道 都应当向他学习 决定不要贪图享受 不要贪图难路 戒经上 告诉我们 敌秋常态三分病 那个病 不是真的害病 那个病 是想病苦 就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至少要有三分苦 警惕自己 这就是今天讲的 忧患意识 不能没有 天天讲享受 灾难来了 你怎么办 安安落的时候 要想到苦难的时候 这就叫 常态三分苦 人活在世界 应该如实 同志国家的人 他也不例外 天下太平安定的时候 要想到灾难 要想到战争 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 创业艰难 收成更难 创业的成果 你能守得住吗 这个事业 能传得下去 不是容易 事情 今天我们得利于科技的发达 比坦老发生 那个时代 殊胜太多了 贪了万年 住在香港 园集在香港 常常讲经 听众 也不过就 一百人左右吧 香港人忙着赚钱 所以很少听钱 我在香港讲经的 事情很长 我了解了 并唤信 香港人听经 很挑剔的 你讲的不好 他不来听 不来听还罢了 这也找麻烦 讲完之后 提出几个问题 你答不上来的时候 当面给你难看 这么一个环境 我原先不知道 知道不敢到香港去 到了香港之后 常怀法子告诉我 香港佛教讲经的环境 他对我提出警告 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在香港讲经 五十岁 一九七七年 我们从台湾过去 他说法子 你算是年轻一辈 你也不出名 没人知道 这个地方的听众 有一些找麻烦的人 你得要小心 这一些人都是知识分子 对佛法有研究 不是外号 我去讲了一件 这是一部大戒 也是大家所喜爱的戒 当时 香港还有个熟了一眼王 人还发生 九十多岁了 我去看他几十年 好像两年之后 他就我睡了 一生专攻勒言 专讲勒言 勒言已经专家了 我到那里去讲勒言经 这个老和尚一生 只有六个徒弟 跟他学的 这个六个徒弟都很了不起 老和尚收徒弟的标准 是要背勒言经 不能背经文 还得背诸解 他学的诸解也奇怪 他选的是偶遇大色的 愣言经文学 年经年住都要背 不能背的 他不收你 所以他的学生 只有六个人 门槛高啊 这是个好老师 真是名思出高徒 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当中 有三个人 跟我很熟 好在我那一次 第一次 离开台湾 算是在国外讲进的 讲了四个月 还没有遇到困难 这些人也常来听我讲进 没找麻烦 而且还请我吃过一丝饭 大家谈谈 任远经里面这个问题 很不容易 那么像这种情形 将近不容易 我们相信 问难的人 有 会常常遇到 自己 如果对经教不熟悉 没有真正学习的 那点小功夫 你就不容易 招架 所以这个是 头一个 就是 夜门深入 常识寻求 你要把心 真定按住在这上 第二呢 引发地死 我们 所想的 能够 埋怨 这个是什么 禅定的感应 你的心 清净 清净 你就想着 真的 有求 一般人 求愿 不容易 实现 那是什么 他的心思散乱 散乱性的 很难有感应 专一的心 常常会有感应 很少没有感应 第三个是 半思 这个半思 那就是 世尊 在《遗教经》上 所说的 智行 一处 无事 不办 智行 一处 就是 神定 我们前面也都过 智行 一处 一个意思 所以 智行 一处 你处理 问题 很容易 你的心不杂 你的心不乱 禅定 应用在工作上 应用在日常事务上 是他管用 禅定 不是盘腿面皮 盘腿面皮 他就不起作用 这个地方讲 大臣教理 那且常在定 无忧不定时 行住坐卧 都在定中 穿衣吃饭 待人接物 统统在定中 最后 这个是薄弱 智慧 智慧 也有三种 第一个是 加心 帮助你 欺辱 境界 提升 你的境界 第二个 根本质 根本质 是 无知 薄弱 那是根本质 后德之 是根本质的起作用 无所不知 薄弱 薄弱 无知 无所不知 那我们怎么修法呢 先修 根本质 不能先修 后德之 先修 后德之 你没有根本 你那个 后德之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光学多文 这是后德之 他学一辈子 学几十步进 一年半步进 通宗通教 你要晓得 他学的是知识 他们有智慧 他们有定力 他们有耐心 日常生活当中 不如意的事情 常常发脾气 这就说明 他没有根本质 根本质就是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真智慧 他没其所用 你想想 像谭老法师讲的 刘居士 霸哉寒窗 多冷言 冷言间 在佛教里 叫开智慧的冷言 成佛的法王 佛门第四 都知道 人家一部冷言经 念了八年了 他什么力量 超度这些 鬼魂 根本质 他起作用的时候 就是后得质 后得质是无所不知 先有根本质 然后再求后得质 就是说 你这一门 可悟了 然后你再学 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经典 光修多文 非常容易 你一接触 就明了 就通达 就像慧能大事一样 根本质是开悟了 三昧成熟了 大车大悟 所有业切尖叫 事法出事法 一接触 就通达 一接触 就明了 这叫后得质 所以开智慧 你要懂得开智慧的方法 要懂得开智慧的门禁 那就是戒定慧 三昧 从戒律里就扎根 知善根 善根 深厚 深厚的善根 是从戒律里面来的 引接 就得定 定就是战定 就是三昧 这个定 到一定的程度 豁然开悟 这句后得质 是根本质 能引法佛法 你在一步经上 得根本质 你 你 进一切法 听一切法 一听都明白了 这是引 引你的复法了 后得质 真正的 帮助 振发救助 帮助一切众生 修复 你有能力 教化众生 你教化众生 跟诸佛菩萨 没两样 纵然 不能大吃大悟 也会到大悟 这个阶段 这遭你 李老师 教悟 说福 要发大菩提心 信仰小了 不行 要发大喜 修学 要把目标 放在教理上 为什么呢 教理通了 一切法 全通了 但是这个 不是一般人 做到的 那是上上根 通理 通理就是界限 那一般人 随上中下三根 中上根 不得一而求其四 要同教义 义是同一部分 你比如说 进途中 我这一中我同 别的中还不行 这是教义 管用 如果说学一部经 只懂一部经 这是下下根 这部经 换一部经 你就没办法 这个人难教了 老师给我讲这个道理 我明白了 我不是上上根 我的目标 就锁定在教义 我学这一部经 与这一部经 有关联的经典 我学习很容易 那于这一部经 这个方法 不关联的 我学习就非常困难 这就说明说 不是上上根 知道自己的根性 选择法门 依照法门修学 可以把自己 提升到上上根 建立佛寺 佛寺正法九诸 横法第三 现在时间到了 佛寺正法九诸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